大家期待已久的幻海就要来了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幻海呢 整个关卡都还在关卡 然后水底我们会迎来一位全新的小伙伴 小姐姐 穿上潜水服的可爱宁地 对 我好了 这么快的吗 是的 今年陪伴我们的就不是去年的博士咸鱼艇了 会是我们的宁地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 哎 这边有一个海浪 今年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 哇 出海了 对 往左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顺风的感觉 特别的科学 所以战斗起来的时候 那个手感会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会是一个新鲜的感受 以及我们在这个空中呢 会遇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迦娜 对 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 去收集这个世界的故事 这个世界的碎片 碎片 碎片 放大 右上角 放大 对 就是这个可爱的猩猩瓶 里面承载着世界的碎片 当你拿到这些世界碎片之后啊 因为西林是一个十分特别的角色 她从诞生的初期就对 新的小姐姐 对 就是一个新的小姐姐 黑皮小姐姐 性感 黑皮小姐姐 大家问了很久的 雪之拥抱 雪之拥抱 她的神格觉醒 画好了 我们之前今年投票的那几位 画好了 投票的第一名 对 投票的第一名 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画完了 但是什么时候产出呢 嗯 再说吧 再说吧 主要还是考虑到 大家的老婆饼 我们在后面 过去更多老婆饼之后 循序渐进 可持续发展 对啊 大家不要太干 一下子透支就不大行了 对不对 对的 嗯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下一个 诶 诶 这个小姐姐是 谁呢 谁呢 她 哦 是蓝色 没错 毛是蓝色的 哦 对 雷电之灵 对 哇 时尚的小姐姐 雷电之灵 来了 雷电之灵 都已经神格了 那我们还有其他两个 怎么办呢 那当然是 那当然是 全都要 好 没错 接下来的是 可爱的冰灵 对 这个我特别喜欢 冰魂 我在说什么 冰霜之魂 冰霜之魂 来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姐姐 她身上是网纱 对 特别的 nice 特别的好看 我好了 我可以 对 真快 不错 好吧 我们来看 下一个吧 对 下一个 就是 诶 你们看这个上面是什么 头上带的是什么 我觉得看起来像一个瓜 瓜是什么 可以吃吗 瓜是什么 瓜瓜 可是那是个熊 其实是 抱着颗 爱心啊 是吗 爱心的熊 对 这是火焰之灵 没错 那么其实这次我们把冰火和那个雷三个零 虽然中间有个叫魂 但其实在我们的设定上他们都是 我们继续吧 这位是 哇 哇 他的脚 他的脚 脚好大 脚好大 那么他是谁 分针 对 大家知道阿瑞斯呢其实是希腊的战神 对 但是 这个是压轴 压轴出现了吗 水母 大海 这会是谁呢 我们先不要放出来让大家稍微猜一猜 这个 我好像猜到了 你猜到了吗 我猜到了 我觉得你猜到了可能不大对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他是谁呢 我觉得好像没有人猜到他 你们真的没有人猜到 没有人猜到 没有 有吗 我没有看到 我好像看到了 有了有了 有弹幕猜到了 有 似乎有弹幕猜到他是谁了 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吧 好的 我们把他放出来吧 没错 哇 哇 是水母的布洛尼亚 布洛尼亚 他好可爱啊 恋爱了 恋爱了 请让我和他一起泡在水里 我不要出来